你们男生如果道师 其实跟你几事物就会没有幸运 我说我还好 困居医师在社群 完整又有数十万的粉丝 会上电视与频道 医师好辣健康2.0等等 且乐于对外分享七小互动 形象听伦满意的他 背包院内红粉之姐长期年身边 本刊之集6月20日的晚间 将医师的兵士从桃园敏城综合医院塞出来 路上临挺了一下 只见副驾的门open 一名高差连身洋装颇有风刺的手女 背着LV包登场 打算买点营养福祉食物 也许需要等待时间太长 又果断回到兵士上 要去看时间哦 本刊进一步调查 该名手女正是待在将医师身边的护理师 接着江医师再带这名手女护理师 前往当地高评价的大肠面线 这回顺利短时间就mission complete 大肠面线还不够 两人又到麻辣臭豆腐店 一样女方进行采买 男方聆听等待 等护理师回到密闭的车上 那臭豆腐跟大肠的熏香之气 这台大肠面线臭豆腐号 就回到桃园闽胜综合院后方的一处公寓社区 车子熟门熟路的开下车道后 直到凌晨三点都没有见到人车 看来大肠面线跟臭豆腐的美好真的很棒呢 侧面打听江医师与这名护理师 执行者都看在眼里没说破 下班后进入同处社区 例如刚所见 还有后来6月27号晚上9点左右 本刊再度从医院指及江医师与该名手女护理师的类似行程 最没有导致,从医院停车场到两人共处的社区 车程根本不用几秒 但两人依旧以大肠面线抽脱符号代步 隔日早上8点,江医师开车使出闪电跑法 描述在护理师抵达停车场 当然护理师先下车步向电梯 接着才是江医师押后 6分钟后若无其事的上楼上班 其实院方有准备给医生们类似宿舍的地方 只是对了下地址发现不是这个苗达社区 江医师跟护理师临比他处一起品尝评价宿命美食 也算小偶浪漫啊 但江医师也不是那种不过家庭的男伦 6月22号下午江医师开车载妻女出门 是北平烤鸭酸菜火锅 看来对正宫还是高档的多啦 参毙母亲留在路口等待了蚂蚁尿的妇女 才用一家桃圆和乐回家 其实江医师多半工作完后 会直接回台北南港家享受天伦 也不总是贪桃圆的快乐 什么事情都是适可而止的 江医师的妻子正是台湾巧派女国手刘令勤 回顾江区俊医师先前爱妻的形象 有一次他就带我去那个房仲那里 就签了买了一个房子 不知道隔了4年还是5年 我有点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 我就说 我是不是在哪里有一栋房子啊 他就说 我就卖掉了都不知道 在新活窝窝窝窝中透露 婚后的事情大部分都老婆管 自己连有多少存款都不知道 因为薪水呢 就直接进了老婆户头 也有专访形容 江医师看诊开到露营在忙 仍坚持花时间陪家人 每晚都一起吃饭 从小我爸就用生肖叫我 男人要负习照顾家庭的责任 但没有限于几个家庭吧 没想到现在婚外桃花也秘密的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